今天函松为各位解个个股 那生机类股 看一下4168唐年 它今天除全息 看一下 今天配股配了1.135 那配息配了0.015块钱 今天它有往上除全息的一个架构存在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要特别注意 台日药市的一个合作协议 即将要签订 那这个协议一旦签订之后 也就是说台湾的药品 可以直接去日本上市 不用再经过一段冗长的一个时间嘛 因为药品要上市 要经过研发实验 到一个认证 会经过蛮长一段时间 那台日药市合作协议 一旦签订之后 台湾的药品就直接到日本去上市 不用再经过重新的一个认证过程 所以对于整个一个生机类股的一个长线架构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 所以这一档唐年 那因为它跟日本的一个三菱瓦斯化学 还有大众大种之药有合作的关系 有基督授权的关系 所以对于唐年在抗癌的一个药物 对日本市场这一扩大 绝对有相当大的一个注意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一个近期外资对它的一个琢磨身上 你看持续性的买超 持续性的买超 所以外资的成本几乎是买在这边高点 所以唐年这一档股票 在除完全之后 我认为有除全息的一个力道 所以股价呢 我认为会拉过外资的一个成本区 这边的一个高点一定会过啦 所以现在还是第一档 这一档是在台内钥匙合作协议 签订的时候 非常受惠的一档生机类股 投资朋友可以好好注意这一档股票 任何拉回的一个买点 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建议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物的一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谨慎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levant 订阅 转发 打赐